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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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 许多人的烦恼呢都会随之而来 不只是这个温度会让人家烦 还有呢最令人最令人最令人 讨厌的动物 那你知道是什么动物吗 MOSQUITO yes MOSQUITO 那經過我這樣對蚊子的研究呢 其實蚊子呢 它有兩個個性 第一個呢 就是喜歡吸人類的血 但是第二個個性呢 是現在大家都還不知道的 他們呢 其實想要擾亂人類的生活品質 就是針對我們的睡眠下手 非常可惡啊 在睡覺的時候呢 突然晚上突然就 耳邊突然發出了這種噪音 出現了一隻蚊子 在他耳邊 非常的憤怒 所以呢我就發明了一個 耳朵式的電網照在耳朵 就像是全照式耳機一樣 當這個電網裝上去之後呢 蚊子呢 看到這邊了嗎 有個特寫蚊子的這個表情 哇 超可怕 它瞪大眼睛眼睛快爆出來了 他們呢 在蚊子界就一傳四十傳敗 我們不能再擾亂人類的生活了 蚊子裡面還是會有那種大褲的 你知道嗎 有他們的新聞台 我們要讓他們去報導這件事情 就會覺得說 我們可以吸他血 但是我們不能 吵他們睡覺 那你應該要放假新聞比較快啊 可是我沒有那個管道 可以去點落到他們的新文文字 新文字 所以製造這個新的發明 讓蚊子界呢 產生這種很可怕的謠言 再來就是它的最重大的功能 大家一定是不是覺得很不可思議 剛剛那已經夠屌了 那現在還有一個更屌的功能 沒錯 看到了嗎 有一個彈射的功能 可不可 本來因為耳朵沒有這樣的電網 然後突然就 這個發明會直接幫你打文字 你們看到 真的可行嗎 真的 嚇死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個構想的一些草圖 這只是隨便畫的啦 沒有很認真畫 就是不畫就這樣 我看得出來就隨便畫的 它這邊呢會有一個這個 一個耳罩的感覺 就像是你在聽全罩式耳機 這樣照在這裡 它旁邊呢就會有四個彈簧 電網呢就把它扣進去 等到文字來的時候呢 啪 這邊也有一個卡榫設計 不過大家應該不會想知道 就一打開之後就 把那個文字給 按摩出去 帥 就是這麼簡單 很高耶 超級無敵 霹靂呢 耳朵陷阱電擊泡呢 做了 現在就帶大家呢 來一探究竟 來囉 3 2 1 哇 現在呢 就來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這邊呢 就是一般的這種電網 四個角位呢 對應到這個四個彈簧 這裡面呢 我們運用了一個叫做 槓桿的原理 當我們這邊按下去的時候呢 就被推起來 有沒有有沒有 當這個被推起來之後呢 這個被推出去後 就會把這個開關給觸動 啪 後面的部分呢 電文牌的這個電路板 會用這個電容呢 儲存了一個 比較大量的電力 這個網子呢 下面呢 是有分成這個細網 跟粗網 那它就是一陣一附的這個概念 當今天有蚊子來到這邊接觸的時候呢 它就會形成一個短路 儲存在裡面這個電容的電呢 會直接瞬間在這個蚊子身上呢 因為蚊子就變成一個電阻嘛 瞬間的爆炸 給大家示範一下 嗯 點到這邊的時候呢 就 現在我們要給外面的參狂的蚊子上一課 在這裡 就讓我把蚊子上去 用蚊子上去 就在這裡 哇 沒有 我們要把蚊子上去 做個蚊子上去 就要把蚊子上去 把蚊子上去 那我現在呢 要來帶這個來睡覺 看能不能真的用到文字 我現在要偷偷地說我在睡覺 讓那些文字覺得我好像真的要睡覺 趁他們一個不注意 來到我耳朵旁邊的時候 這設計真的很貼心 還有附眼罩 現在呢我已經穿戴好了 假裝睡覺 假裝睡覺 掰掰 在哪裡 我仔細的思考了一下 如果我要每天這樣子去等待文字上鉤 確實是有點困難 我不如直接自己製造機會 抓文字 然後呢把它放到文帳裡面 把我跟文字呢關在一起 之後在文帳抓了好幾遍 仍然抓不到 但為了給觀眾看到最好的畫面 我不能放棄 所以 我對文帳呢 有在進行的一番改造 怎麼爛發明 根本電不到嗎 開玩笑的 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隨便躺一下 會不會真的文字自己降落 然後 沒有電一下囉 老天爺 拜託了 我真的見到文字了 太扯了吧 這發明真的很強耶 太屌了吧 距離我剛剛那個實驗呢 玩也差不多過了幾十分鐘了 那我現在呢 還是非常難 非常難壓抑我心裡的那個愉悅感 你們知道這有多辛苦嗎 我已經 我找了各種地方去做實驗 我找了公園 我找了這個文帳 我又自己做了一個更小的一個 跟文字共處的一個環境 都沒有辦法成功 但就在最後 我就跟上天祈求一下 結果降落了一隻文字 我真的 最後呢 最後 如果有觀看的廠商看到的話 想要出這塊產品的話 可以聯絡我喔 我們一起打造這個美好的睡眠環境 一起抵抗文字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